上选发球挥拍阶段的要点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上选发球挥拍阶段的两个要点 影拍结束之后,在球拍向前挥的阶段,注意看 第一点,这里,它的拍面是关闭的 这保证了球可能产生更多的旋转 第二,从击球点开始,它的拍面是朝前朝外的 注意观察,它的手掌掌心是朝前的,而它的拍面也是朝前的 这给了球充分的向前的力量,从而保证了上选发球的速度和力量 如果单纯的从下向上刷球,是很难保证上选发球的速度和力量的 击球之后,持拍手的掌心逐渐转变为朝外,而拍面也随之变为朝外,并最终变为朝向后面 这个过程,掌心和拍面朝前朝后的过程,我们叫Palm Out,也就是手掌向外 这非常重要 因为挥速很快,这个细节很容易被忽略 从最开始的掌心朝前,到结束时的掌心朝后 这个过程,它完成了小臂逆旋的动作 这保证了发球时击球的速度和力量 这是西娇费得乐,欢迎收藏关注